市长韩国瑜力推爱情产业链 希望让情侣见证港都的浪漫魅力 一家婚纱业者就看准这个商机 特别在高雄举办一场近来欧美很流行的婚礼形式 就是所谓的私奔婚礼 婚礼上没有双方父母亲 只有见证人跟摄影师 不过三对新人还是很开心 互许终身完成了专属的爱情仪式 三对新人新郎西装笔挺 帅气逼人 新娘则是温柔婉约 一席浪漫婚纱 在众人祝福下缓缓进场 只是会场见不到新郎新娘的父母亲友 只有摄影师卯足了进帮小两口捕捉幸福的一刻 原来他们是参加婚纱业者特别安排的私奔婚礼 新人带着所有人的祝福 将两个家庭结合在一起 这是颠覆一个传统结婚的既定印象 我们台湾人都比较偏向于传统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西方的一下 西方婚礼尝试看看 还不错啊 对啊感觉不一样啦 跟一般的婚礼不一样这样子 对还蛮高兴的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有点类似像西式的婚礼 我觉得也很新鲜 而且目前在台湾也很少看到这样子 那我觉得感受很好 我觉得我应该会推荐给我很多朋友 来参加这种这样子的 这种街头式的婚礼 我觉得有不同的体验 然后因为也没有尝试过 所以透过朋友的介绍 我就想说尝试看看 虽然少了亲友到场祝福 但也省去传统婚礼的繁琐 而像这样的私奔婚礼 今年来风行欧美越来越受到欢迎 那现在目前年轻人 尤其是现在的爸爸妈妈 都蛮尊重 尊重孩子的年轻人的 只要他们觉得OK 实际上现在长辈大概都是 第一个等候通知 等候通知他们告诉我 爸妈我们要结婚了 现在倒是还是比较那种繁琐的礼节礼书 应该就会慢慢的降低 婚纱业者看准市长韩国瑜 力推的爱情产业链 也认为只要两情相悦 高雄任何地方都适合举办 这样的迷你婚礼 我们希望符合韩市长的爱情产业链 就是让人可以进来 然后喜欢我们高雄 这个漂亮城市的人的新人 都可以来高雄办所谓的私奔婚礼 高雄的任何的一个角落 你喜欢有个性的你可以到博二 你喜欢浪漫的你可以到梦时代的摩天轮 一大的摩天轮都可以 也还好是韩市长当上了市长 所以才有机会 这种私奔婚礼这种感受 不然我们可能也是说 走传统式那种琐碎的婚礼这样 就是刚好韩市长他当选的 然后又刚好这个活动 所以一切都是个缘分 婚纱业者担任见证人 摄影师把握时间抓住小两口之间的甜蜜镜头 对这三对新人来说 摆脱传统婚礼的束缚 说走就走的私奔婚礼 一样也能够勇于爱河 一定要幸福哦 港东新闻王思武潘之光采访报道